这是现代日式卡牌手游 这是火焰文章 历史悠久的火焰文章 就是 这个东西 开始 好 现在 download开始 要下80兆的档案 我就因为知道要下这些东西 所以决定在这里跟大家来闲聊一下 看这个底部就是在下载的进度条 下得很快嘛 我看别人都卡住什么的 然后现在屏幕上这是一个角色叫做安娜 这里可以切换的 可以切换一些人物 那这些角色来自一个叫做火焰文章的游戏系列 这是任天堂的看家的系列之一 这系列我不是很熟啊 我玩过挺多代的 但我玩得很浅 基本就是进去把它通关这样 好 下载完毕 哦 西记 很华丽啊 这个游戏的美术风格是 欧洲式的 中世纪啊 欧洲的这种感觉 人物也是很西化的 这些都是 他把历代的这些著名的角色都给他在 可以召唤回来 通过在这个游戏里面可以去召唤历代那些明觉 再加上有一些原创的角色 在里面进行富有火焰文章特色的战斗 大概就是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么一个系统 那他以前是一个战棋类的游戏 很华丽的啊 魔法的感觉 有没有 魔法 我所了解到火焰文章最 最大的一些特征吧 一个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 你会去一路上面去召集这些伙伴啊 收集这些伙伴 然后你有一个 你有一个很强的阵容 然后你选一个队伍出来去 每次去跟别人战斗 那这个战斗的模式呢 是一个战棋 也就是在地图上面 每个人物是一个小的这个单位 一个小的图标 这个人在那里 你可以控制他走多少步啊 就是选择他吧 他可以走四格 你就往前走 所以像下棋一样的啊 然后再去打 我的名字叫什么呢 然后这个游戏以前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征 就特征就是他很难 难在什么呢 你在战斗里面 如果你这个人死了 战死了 输了 他就没了 就不能复活的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个 要让你投注很多感情的游戏 但是你投注了感情 这些人物以后 这些重要的人物 死的是不能复活的 这个非常的酷啊 现在我选的是日文版 开头就会有一段对话 那这个安娜就是作为一个 欢迎我的角色 一个向导啊 我这边就不细看了 大概就是应该是 这个地方又发生了战乱 好 那么现在就进入了 战斗的教程 我就要把一个人物往前拖 拖到蓝色的格子 看到没有 红色的格子是你去不到的 但是你去 虽然去不到啊 接下来就要演示攻击了 直接拖到攻击 然后就会有一个战斗图示 然后是自动会打完的啊 你看一开始这个 然后人物会升级 升级了以后 看他的各项性能里面 随机的加上了三点 这个是随机啊 就是现在可能这个教程里面是固定 但是系列上来说 以前大家就会 因为他有可能加在很好的位置上 你这人是一个攻击力很强的人 他就会加在攻击上就比较好 他可能随机加到了攻击 但是如果他没有加到的话 可能有些人就会重来 读挡重新来啊 这个叫洗点啊 洗出一个很强的角色这样 这是你招呼的英雄吗 还是什么的 好现在 在讲解啊 比如说弓箭呢 我现在用左下角这个弓箭 去攻击那个人的话 我不需要 我只要走到这个蓝阁 这里就可以攻击到他了 那但在这里面 他是直接的 就你直接选攻击他 他就弓箭就会在离这个步兵 一格的位置开始射击他 但对方是打不到我的 因为他攻击距离就一格 这是很基本的一个 那我现在就可以再用步兵 去攻击他的步兵 那这样的话他打不到我 所以我先把他就给打掉了 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受到伤害 就完结束了这一轮 大致就是一种基本的战术 那他现在用弓箭射我的话 我也不能回击他 因为他是远距离兵种 好现在可以发战 发奥义了 发大招 是他可以发 怎么发 哦 新女发了 有一个大的图片 那这种小人的 刚才那个战斗图案上面 中间那个小人的那种示意图 是系列一直以来的 然后现在呢 随着这个 游戏的一代代往后出啊 现在就出现了非常华丽的 我不知道手机这版本啊 以前大家就会觉得他好玩 在他的战略上面 就你怎么样通过不同的兵种配合 每一步去走到的距离 和怎么去攻击谁 用什么招式等等的 用什么武器 一个是这个战略性 一个就是大家对这些英雄的感情 所以这次出手游是非常合适 啊 我得到15个宝石 课金了啊 这个游戏基本下载是免费的 但之后就会要有课金的部分 好 现在要下载300兆的档案 啊 有CV的啊 CV是绿穿光 这是马鲁斯 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英雄 他是在《文章之谜》这一作里面登场 大家也可以看到的 这个英雄是 也是大乱斗里面出现的一个英雄啊 然后这是神龙族的王女 就相对就是我不太喜欢 我喜欢像是重甲的骑士 重甲的那种战士 或者说是骑士 圣骑士 骑马的就攻击力非常强 很完美的这样子 我喜欢像是武士啊 弓箭手啊 魔法我是一般啊 就我喜欢 一个是远距离可以打的这种 弓狙击的这种感觉 还有就是可以一招致命的这种武士 然后下 终于进入了游戏的界面 呃 现在呢 可以看 背景是个地图 然后中间这里应该就是选游戏的打哪一关 然后底下有一些菜单 主页面 战斗 同伴 召唤 呃 商店和其他啊 上面这个就是我的队伍 上面这一排啊 现在只有一个队伍 然后里面有两个人 就是 呃 安娜 我可以跟他说话 可以跟安娜说话 可以跟安娜说话 可以看他的技能了 这是武器嘛 底下这个是技能 现在装呃 现在他的装备了一个斧头 斧头是刻枪的 斧头刻枪 枪刻斧 呃 这是这个人物的界面啊 可以看他的全身的这个立绘图片啊 还有他的几种姿态 呃 这是疲劳的时候 看看战斗吧 我们把序章给打了 打完序章可以得到一个宝石 战斗开始 好 跳过了对话进入 直接进入游戏了啊 现在要说的是武器的相生相克 看右下角 就是剑会刻斧头 斧头会刻这个长枪 长枪又刻剑 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知识 好 那现在我就要去打倒啊 这个地图很小啊 地图没有上下拖的 那我就可以任意的去选择 先谁来动 谁来先移动 然后谁移动到哪里 那我也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 攻击距离啊 看 我长按对方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 这个红圈之内都是他会打到的位置 所以我不能去到哪 我只要去到这里就可以了 就是点一下 呃 然后我也要看一下他的移动距离啊 他可以到那那我就到这 那我就到 所以我这样我基本就知道在哪里是安全的 就是他们绝对打不到我的位置 那现在就被他们覆盖了 这个位置 所以呢 嗯 我想想看 他来打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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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的那个出现那个大图就是根据那个来的啊 根据现在的这个场面 我打的不太好啊 这个游戏 大家谅解一下 呃 那么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继续躲一下吧 看上去就是你主动冲出去跟别人打 不是很有力的 哎呀 把他陷于危险之地了 哦 还好没死啊 但他爆发了现在 新颖 这剩一鸽血 这时候发了一个大招把对方干掉了 这个 手机版好像是你 你如果被打死了 是不会死的 yes 啊 你看 我现在选择 这个人 阿拉凡斯 来打他的话 就是先选好打以后再按一下才会打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看到 在上方看到说 很多的信息啊 就首先 顶上这一块 左边是我 右边是敌人 然后呢 我的武器是红色的这个剑 他的武器是绿色的斧头 这是很强的对立嘛 然后 我现在的血是17 他是16 那么 后面这个箭头 就是说你在对打以后 这个数据会变成多少 那我的血就会变成14 他的血就会变成3 啊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就是这个执行完了 就是应该是这个数据 好 那这个斧头再来一下 不是这个弓再来一下 因为弓箭是可以隔空射到他的 比较简单了 因为都是第一关的这个教程嘛 升级了 还有个知识就是 谁把对方打消灭了打死了 那他得到的经验就会更多 刚才先得到一个宝石啊 一会儿要去抽了 抽宝石是最期待的部分 然后现在就是得到了奖品里面有一个 二月有一个mission 叫步行击破 就是任务嘛 打完了序章 我来看一下 碰 哦 又拿到了两个这个发售纪念 啊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去抽了啊 商店可以买宝石 20岁以上 好 他最多一次可以买140个 其实就是买110个 就在手游里面就买最多的 就叫一单啊 一单140个是8800 这个很贵啊 我玩那个扒斯多拉的时候 就智龙弥城吧 他一单是5000好像就最多的 现在来看一看召唤 召唤就是呼唤英雄 召唤色的石头就是英雄的属性 就是你想要什么颜色 就是什么颜色 啊就是你抽的越多 就越省钱 你可以看到 有两个 可以说两个池子啊 就两个弹池吧 就这里会pick up一些英雄 就挑出了一些英雄 现在就是这个图上的这些 嗯 那我当然是抽这边了啊 因为我想要这个 这弓箭手和零我都非常想要 真来这个魔法师也不错啊 但他这里还显示了一个几率 三星是58 四星是36 五星和五星的pick up 都是3 百分之三 点这里抽对吧 是 不是有五连抽吗 好吧就这样 呃 弓啊可以抽弓啊 那我就抽弓啊 弓是五属性的 我先抽个弓 我想要那个传说的弓箭手 拓弓 石碑 一下 哇 只有三星但是 是女仆弓箭手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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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继续啊继续继续召唤 嗯 不是你知道只能选一个弓箭手 只能选一个弓箭手 只能选一个弓箭手 用只有一个无属性的这个格子 啊 啊 我现在也听不到声 诶 傭兵 啊 傭兵 我 一般不太想用这种角色 因为傭兵你知道就是 很笨的感觉 把蓝的抽了吧 啊 据说是有动画的啊 你抽的好的他会先放一段动画才出那个人 啊 村人 村人 杜尼 你来这干嘛 来个好的吧 嘶 嘶 哈尼 一个咒术师 啊还有一抽啊 那就是可以五抽 因为有二十个石头就可以五抽了 这样二十个石头抽就相当于四个石头抽一次 还可以 而且他好像还推出了说如果你抽了很多很多 那真的是很多一百多抽以后 如果你没有抽到五星的人 啊三星的 拉兹瓦鲁 今回的召唤成果那么烂 我觉得我今天就没有在微博上看到过比我更烂的 嗯 嗯 很飞啊 感觉很飞啊 感觉很飞啊 需要我吗 好 我会帮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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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